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董事长微服私访 身穿保安服低调探班 不料被老同学挖苦 知道他的身份后结局大快人心的故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集团董事长突发奇想去他的分公司探访 到了办公室 像秘书看到他赶紧让董事长坐下 怎么没打声招呼就来了 提前叫手下的人通知我一声 我好做一些准备 弄得这什么也没准备 招待不周还请见谅 董事长表示顺道来看看 没必要弄得心事动众 董事长询问公司近况 谈着员工福利 秘书答道 公司都一切挺顺利的 请董事长放心 董事长和向秘书正说着准备出去考察的时候 一位公司的员工走进来 他的名字叫四条 这个人别看他穿得人模人样 其实背地里坏得很 不仅在公司里横行霸道还是上学十七恶名远扬的刺头 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势利眼 这不 他一听说董事长今天来了 赶紧准备跑过来献殷勤 给董事长留下个好印象 为自己以后铺路子 董事长见形势 马上示意向秘书别透露 像秘书在这里工作时间很长 一下子就明白了董事长的意图 打了掩护 四条在这时注意到旁边坐着的人 董事长从校园时期就担任过班长这个职务 管理能力一流 办事沉着稳重 气场稳定不张扬 每年都会给员工们各种各样的奖励 公司还有着各种调休 请假不用想各种理由 这是打工人的权利 这种能对员工们关心备至 维护员工权益 为员工们真心考虑的老板真的不多了 意识到这是上学的时候的班长田田 田田打了个马虎眼 说是来给向秘书汇报工作 四条就没当回事 转头跟向秘书请假去参加同学聚会 还一脸不屑地邀请董事长田田来参加 向秘书是董事长身边的老人了 从公司起步就跟着董事长一起工作 董事长对向秘书的能力和经验方面都非常认可 而且向秘书看人的眼光也非常准 他了解手下的每一个人的秉性 对待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和培养方案 那些踏实能断不惹是非的 向秘书一贯的作风就是升职加薪 面对那些表面工作做得好 背地里却使坏心眼的 不团结公司 无善待同事的 就晾在一边 有些还是公司的老员工 因为他们功龄太长 也不方便解聘 省得被别人嚼舌跟说不善待老人 董事长也很认可向秘书的做法 既鼓励了努力上进的标兵 也拿不好的反面教材杀鸡儆猴 向秘书知道四条的人品 了解到四条在能力方面和经验方面都有所欠缺 觉得能帮一下就帮一下 董事长想的同学也都好久没见了 过去打声招呼 看看同学们的近况 也叙叙旧 董事长刚要起身去参加同学聚会 向秘书却让董事长先等等 向秘书思虑周全 现在的人相较于在学校时 表现得不像那时那般单纯 现今社会的人们 往往面对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全新的挑战 这些挑战的面孔不断地在变化 让人们难以适应 在学校里 我们会因为共同经历的学习和成长而建立起默契和信任 但在社会上 这些因素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相反人们需要更多具备社交技巧和应变能力 他在办公室翻翻找找 拿出了一件保安符 镜头一转 画面转到同学聚会 一群人正回忆着过去 开心地聊天 这几个人的思想也和四条如出一辙 这时逗逗走了过来 他们都热情地打招呼 刚说两句话就开始挖苦木兰 木兰一脸尴尬 但都是同学也没再说什么 其他人也在旁边偷笑 他们又云淡风轻地聊了几句 就进屋了 董事长也穿着保安服赶到了饭店 这个黑衣服西装戴着眼镜的叫大郎 在这里面他最视力眼 还经常在学校里欺辱同学 到现在还是这副德行 扎着双马尾 穿着蓝色上衣和背带裤的小胖 吹嘘着自己干个点小生意 一年也就百八十万 豆豆在旁边一脸不屑地说 看我现在住的大房子 我老公给我买的 家里还有三个保姆吗 大郎在旁边看了一眼 这得好几百万吧 在我们公司 也就董事长住这么豪华的房子 豆豆一脸得意 他从小就喜欢别人吹捧他 他们坐在一起 把自己发展说得天花乱坠 生怕被在场的同学瞧不起 大郎注意到杨同学一直没说话 却从旁边吹了气球 小胖又开始阴阳怪气 我们班纳真是出人才 个个都这么优秀 不过也不排除某些人 他说的某些人就暗指着杨同学 大郎在旁边面露丑色 你不会是想吸引女同学的注意吧 你上学的时候是什么类型 大家都知道 现在你是什么人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同学之前开个玩笑很正常 但是开得太过分了 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大郎却不懂得这一点 豆豆怂恿着大郎让他随性做首饰 大郎一脸坏笑站起来就开始说 听到最后 杨同学才发现原来大郎是在调戏玩弄他 杨同学见状赶紧安慰杨同学 让他别生气 不是故意的 只是为了押韵 杨同学嘴上说着没事 心里已经有一场火在燃烧 暂时就当是个玩笑话 跳过了这个话题 杨同学也不屑与他争辩什么 大郎看着杨同学没生气 又开始来忍呼他 开始讽刺他做舞蹈培训赚不了大钱 木兰和小胖就问大郎怎么知道的 大郎说昨天路过广场的时候 看到杨同学和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 小胖哼了一声 说杨同学不务正业 木兰还诬赖人家是去勾搭老太太的 我还就不明白了 交广场舞有什么不务正业的 大家都是靠着努力挣钱 在社会上生存下来本就不易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 平双手赚来的钱干干净净明明白白 大郎抓着杨同学的手 让他给现场的人跳一段 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这些人也从旁边仓活一脚 起哄让杨同学跳一步 杨同学对大郎一忍再忍 奈何大郎做得太过分 杨同学把心里的话全说了出来 却挨了大郎一巴掌 大郎不仅口出狂言 其他同学也是狗眼看人低 在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大 大家明明都是同学 而且都在一个城市生活 身份又有什么重要的 说不定哪一天 你有求人帮忙的的时候 大郎显然没明白这一点 从来不知道收敛 杨同学本想继续说 这时候龚老师走了进来 大郎脸色马上有了转变 互相寒暄了一会儿 老师先给同学们说了几句好听的话 大家都事业有成 都是所在各行各业的精英 老师看到你们有现在的成绩 由衷地感到高兴 表面上说得不错 其实这位龚老师根本就没有 做到教师的连接公正 龚老师不只是连接方面做得不好 还品行不一 不记得豆豆是跳舞第一名 却记得豆豆爸爸送的是收音机 大郎爸爸送的电视机 这属实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 旁边的小胖还高高兴兴地 给老师说他送的明信片 哎 龚老师 那里我送的是明信片 我也是 却被嘲笑一番 龚老师表示自己想不起来了 小胖一脸不好意思 觉得有点羞耻 这有什么的 大家送礼物都是聊表心意 东西贵重先不说 同学们有这份心就已经很好了 大郎还从旁边迎合着 班里一百多个同学都送的明信片 老师怎么能记住呢 老师一笑而过说老师不记仇 真有他的一套 应该是同学们不记仇才对吧 大郎招呼龚老师坐下 也示意杨同学别闹了 先消停一会儿 等一会儿再整你 刚坐下龚老师就先提起 给他留下印象深刻的杨同学 又调皮还不知道让家长送你 龚老师这一下可又让大郎 一下抓到杨同学的痛脸 大郎又开始惹是生非 拍了拍杨同学说 快给老师说说 你现在在干嘛 杨同学一脸习惯的样子回答老师 龚老师不知道这位就是杨同学 问道 杨同学你早就来了呀 老师开玩笑 千万别往心里去 小胖看情况不对 马上转移了话题 这个小胖干啥啥不行 看眼色第一名 知道如果再聊下去 大家都不会很愉快 小胖先调侃大郎 听说你公司做得挺大的呀 你出手就是几百万的生意 我家内部争气的 一年累死累活 也就挣二三十万 有空照顾照顾我们 帮帮我们改善生活呀 杨同学一听他们在这时 赤裸裸地炫富 就想着搭上两句话 大郎直接就打断他讲话 还满脸不耐烦给他说 下个月要去纽约谈一个大项目 还邀请豆豆一起去 杨同学刚说了两句 大郎接着甩脸色 老师和豆豆一看情况不对 马上制止大郎和杨同学 豆豆帮忙解围 大郎看不清局势 也不明白自己需要做事低调一点 反而还怪杨同学插嘴 又揭穿杨同学今天来参加同学聚会 开来的宝马跑车是租的 这一下在座的所有人都摇了摇头 认为杨同学有些不实在了 本来好好的同学聚会变成了 他炫富讽刺人的地方 还把杨同学的衣服吊牌拿出来 嘲笑他买不起衣服 龚老师也在旁边煽风点火 大郎还在那里趾高气昂 其实这也没什么 很多刚起步创业的小企业家 一开始去谈生意 都会租一辆昂贵的跑车 给自己撑场面 这样让合作伙伴看自己更加靠谱 不会轻易毁约 杨同学真的很生气 老师竟然在一旁说 撒谎不是错 但穷就是你的不对了 作为老师的职责首先是教书育人 其次就是为人师表 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他可倒好 明确指出看不起杨同学 大郎让杨同学注意态度 杨同学的老板是大郎的拜把子兄弟 大郎打的电话 可能杨同学的工作就不保了 周围的人也想着赶紧缓和一下气氛 大郎明显不想放过杨同学 还继续吓唬他 逗逗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终于等到振奋人心的时刻了 董事长来了 大家等了很久吧 我也是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真正的董事长怎么整治那些事例 刚上来楼梯 正巧碰到豆豆打电话 一不注意碰到了豆豆 豆豆本身就是那种欺软怕硬 气雄怕腹的人 一看面前这个身穿保安服的人 说话的语气也很差 董事长整理了一下服装 刚要与面前的人讲道理 仔细一看却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非常热情地跟豆豆说话 董事长和豆豆是在学校里玩的最好的姐妹 豆豆却不领情只因为董事长穿的是保安服 对他不屑一顾 反倒是董事长还像是在学校里一样 很开心地想拉着豆豆一起去聚会 董事长很不理解豆豆现在的态度 豆豆却说 果然人心格肚皮 就算当时玩得好 经历过社会的垂打 大家变得面目全非 董事长认为豆豆这种以貌取人的想法非常不可取 最好的姐妹变成现在这种势利眼 真是令人寒心啊 如今在豆豆眼里 当年你是班长 我们可以做姐妹 做保安的话 不配与之为伍 豆豆极力撇清与这个保安的关系 还不明所以地问董事长 为什么会穿着保安来参加同学聚会 豆豆觉得这样的穿着很是丢人 但董事长解释说这刚下班 又着急赶过来 豆豆可不听他的解释 明知道今天是同学聚会 就连笨笨的洋同学都知道去租一辆车 素一身体面的衣服来参加聚会 你还不好好打扮一下 穿成这个样子 豆豆还告诉董事长 今天来的可都是现在混得响当当的人物 再看看你自己 董事长满脸一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学之间一定要针锋相对吗 豆豆对同学的概念就是没有概念 只对有钱有势的才会收敛一点 还让董事长赶紧走 这种高端场所 保安不配参与 也不配消费 我怎么没看出来这地方哪里高端 我看着就是个普通的饭店 还在这里装得像模像样 就是一心想讽刺别人来参加同学聚会 是为了抱大腿 一句句贬低的话从豆豆嘴里喷出 毕竟以貌取人的货色也说不出什么好话了 董事长不想和豆豆计较这么多 转身要去往包间的方向去 豆豆一把拉住董事长 告诉他走返了 那边才是你回家的门 董事长对昔日好友的巨大变化感到意外 看来像秘书说得很对 这件衣服也穿得对 如果不是这件保安服 还看不出豆豆是狗眼看人低 正当董事长脑袋中浮现了很多的想法的时候 小不忍择乱大谋 木兰听到外面吵吵闹闹 走了出来看了看 看到有个人在和豆豆站在一起 便过来询问了两句 木兰出来缓解气氛 帮忙解围 听到这是班长田田 木兰也象征性地给董事长打招呼 他们交谈很融洽 木兰在学校一直是董事长的跟班 所以聊几句就变得熟络起来 豆豆说说着 又说说呢 句句离不开保安服 谁会穿着保安服来参加同学聚会啊 木兰也觉得豆豆很奇怪 就算当时的姐妹 因为现在混得不好 就得被贬低吗 木兰看不下去豆豆这副模样 拉着董事长就往包间走 豆豆威胁木兰 这个聚会你也别参加了 说着 大狼走了出来问 怎么都站在外面不进来 豆豆还是盛气凌人的样子 也窜多大狼一起 他俩从小就喜欢拉帮结派 长大了还是这样 真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大狼刚挖苦完杨同学 又出来讽刺董事长 没有比他再能耐得了 他走过来看健保安服 连问都没问 就直接上手推了董事长 哪来的车牌 给我开 我说你 你什么你 你觉得这个地方 是你这种阿妈狗 能来的吗 你这种阿妈狗 是有这个阿妈狗 你这种阿妈狗 你这种阿妈狗